我这又发现了一个那种半瓶子醋的教育机构啊 还嘚嘚嘚嘚跑出来做广告招生呢 揭发他一下啊 家长们注意避坑 就咋回事呢 我最近不是在看一电视剧吗 然后我就发现 我每次按一下暂停 他就给我蹦这么一个广告出来 本来嘛 你说我花钱买的会员 你还见缝插着那给我塞广告 我就够不爽的了 好死不死吧 我还如他所愿的 我多看了这个广告机 来来来 你看啊 看出问题了 这个里面 这个机构干什么呢 就是 看上去像是给三到十二岁的孩子 在培养什么阅读和写作能力的 对吧 他下面给了个范文呢 意思就是说 你看啊 经过我们的培训孩子写作文 就能写成这样 你还好意思做个告 来来 这儿说啊 几片枯黄的老叶子 被风吹落 怎么怎么旋转飞舞 冉冉落地 哎 你这冉冉用的对吗 咱不说这文章写的好不好 咱的潜词造句 你先保证它规范 保证它对行不行呢 哎 你说这冉冉落地怎么不对呢 我们这茶字典的话 那个冉冉不就是漫漫的意思吗 哎 你不能这么说 你要这茶字典解释成漫漫的意思的话 那不光有冉冉呢 咱们还有什么 渐渐呀 徐徐呀 缓缓呀 是不是都是漫漫的这个意思 哎 咱们来说一说 这几个词 你说它都能混着用吗 不行 它各自有各自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首先啊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漫漫 漫漫还好 漫漫是一个应用最广泛的 然后另外再有一个咱们这儿这个冉冉 是哪一种情况的漫漫呢 哎 我跟你讲 这个汉字的原流啊 这个冉冉来自于哪呢 甲骨文里面是这么画的 你看这儿一流 然后这儿一流 这画的是啥呢 我可以说 它画的是那个老人家的胡子 好像是往这样的两流 那个胡子 就是这边的嘴巴上面这个胡子 加上两三的一个胡子 那么搭乱下来的 哎 这个意思 慢慢的使用下来的话 它表示胡子的这个意思 本意的就不用了 为啥不用呢 加了个别的构字组件 它那样来用了 是不是 哎 你看 这个美然宫的这个然 是不是就是拿这个东西来做的 然后它的这些隐身意就保留下来的 隐身意就是漫的意思 对吧 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源流 你说它在这儿表示哪种漫呢 哎 它既然是老人家 有那种庄重的感觉 有这种被人尊重的感觉 所以咱们现在说 冉冉它当漫奖的时候 你看 这个古人这个写诗叫做 盈盈宫腹部 冉冉腹中气 啥意思呢 说那个当官的 对吧 在他们的这个院子里边 哎 慢慢的走了这个八方步 让人觉得很庄重 很受人尊敬的那个感觉 咱们现在说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那你看这里面什么感觉 那就是 它受人尊敬的 庄严庄重的那个意思 哎 就在冉冉这里面体现 老人家的胡子 这么过渡过来的 对吧 然后你再接下来 再一个 渐渐什么时候用比较合适呢 你看啊 渐渐这个字 首先这边是一个 是个什么 是个斩字 对吧 什么叫斩 我手起刀下 人头落地了 这叫斩 然后它加一三点水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拿水去斩呀 你说水怎么可能斩呢 水滴能食穿 对吧 所以这个渐渐 这个词 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那种长期的浸润 长期的坚持 哎 它最后给你呈现出来一个 怎么着的结果 叫做渐渐 你比方说 我说那个 我和我家IT男一块过了几年的日子 对吧 我渐渐的发现 哎 它竟然还是一个感情挺丰富的人 对不对 哎 你看我这用的就特别特别的正确吧 首先有长期的这个浸润 哎 然后再搞出一个什么结果来 这就叫渐渐 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能说 我冉冉的发现我家IT男 怎么 这个语意它就不对 你不能乱用的 是不是 那你再往后啊 还有一个 比如说像 徐徐 哎 这个徐徐才表示的是哪一种 慢慢呢 你看啊 这个徐徐 所以它是个双人旁 双人旁在咱们汉字这个构字里边 它是个啥 它是一条路 你看啊 甲骨文里面画一十字路口 特别生动景象吧 它慢慢的不画全了 它嫌麻烦 它把这右半边就拿掉了 剩下的左半边 你看稍微一变形 不就咱们现在的双人旁吗 双人旁和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看咱们双人旁的字 基本上都是和什么道路啊 都是和什么走路这么有关的 对不对 哎 这徐徐 所以这个徐徐是说什么 说它走的慢 你说什么什么徐徐而来 慢慢的走过来 对不对 那你说咱能不能说国旗徐徐升高呢 也可以 因为它在移动嘛 你感觉这个这个羽翼 对不对 但是啊 你注意 你说国旗徐徐升高的时候 这个羽翼它就没有冉冉升起的那种 哎呀 庄严的让人心生尊敬的那种感觉 对吧 语感带来的 就是这个徐和染的这个构字的来源带来的这种区别 对不对 好了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缓缓是吧 缓缓的缓 是一个角丝旁 角丝旁都是和什么丝织品啊 都是什么布匹相关的 对不对 哎 所以这个缓缓是什么的 把腰带解开 把衣服放松 你这腰带了一天了 一放松觉得不是舒服 对吧 所以这个缓缓里面带什么余意呢 就是那种很消闲 很放松的那种慢 你比如说古人写诗啦 说什么呃 有女长歌缓缓归 啥意思呢 你看人家这个女孩子们唱着歌 然后不着急慢慢的这么走回来 对不对 他有一种休闲的 一点都没有压力的这种感觉 这不就和咱这个把这个衣袋解开的 自己放松的这种感觉这么来的吗 所以啊 你回回头来看啊 这个地方人说的这个 冉冉落地 他就不能用冉冉 你用徐徐好像也还行 对不对 慢慢的移动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在这儿 你干嘛非得用冉冉呢 也就是说慢慢的 咱有偏偏多好 对吧 前面都说什么飘舞了 后面再说打几个滚了 中间说偏偏落地 这个语意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培训机构啊 总是拿出来这些 就是特别陌生话的一些表达 然后教孩子 对吧 不明就里的家长觉得 哇塞 我没有见过这种写法 你看孩子学会的多厉害 我的天 什么叫厉害 你什么时候见过咱们中国啊 古往今来那些优秀的文人 哪篇文章里面有过这种 什么一片树叶冉染染陆地的用法 哎 古往今来的文人都没用过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用呢 你想想看啊 就哪怕你不明白 刚才想办老师跟你说的那番道理 你琢磨琢磨这种情况 大概率上来说 是这千千万万的文人们 大家都吃都傻 都没你聪明 都想不到 还是说大概率上来讲 你已经无知到了一个无谓的境地 人家三到十二岁的孩子 正是我们这个语言奠基的时期 你学习一门语言 首先要对这一门语言的几千年以来 形成的语言的传统 保持着一种敬畏才可以 对不对 咱先保证对 然后探讨一下这种传统是怎么来的 你先理解了再说什么创新呗 所以你说这个啊 我强烈建议咱这个教育机构 把这个小喵老师这个橱窗里边的小喵学词 你先下上一单 大家组织学习学习 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喵